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中國禁聞 英國政府4月初從中國購買了300臺呼吸機 但9天之後 一批英國的醫生和醫療管理人員 就發出了嚴厲的警告 說使用這些呼吸機將對病人造成重大的傷害 包括導致死亡 美國NBC新聞4月30日報導說 一名資深的重症監護醫生代表英國第二大城市 博明漢和周邊地區的臨床醫生 以及醫院的高管人員 給政府高層寫信說 這些呼吸機的供養系統有問題無法正常清洗 而且這是救護車上所使用的呼吸機 還不是醫院中使用的呼吸機 信中說 我們希望停用這些呼吸機 為重症患者更換更好的提供呼吸的設備 美國NBC電視台4月29日報導說 白宮已經下令要求情報機構調查 中共和世衛組織是否有隱瞞疫情的行為 報導說 川普政府要求國家安全局 和國防情報局收集相關的信息 包括通信、衛星圖像、人力和其他有關疫情爆發的數據 同時 調查世衛組織對武漢兩個病毒實驗室 所瞭解的情況 據知情官員透露 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收到了類似的指示 被中共長期關押的六四天網創辦人黃奇 是否能夠與病重的母親見面 引起了大陸維權人士們廣泛的關注 4月30日有網友在微信群組發起連署 不到24個小時就有100多人參與了 連署信要求當局立刻無罪釋放黃奇 讓他與母親蒲文青團聚 黃奇的母親蒲文青已經87歲了 而且患有肺腫瘤 最近病情趨於嚴重了 他30日也向中共高層發出請求 希望他們能夠派人了解黃奇案件的真相 公平公正處理案件 好下面是今天的時事禁聞